美貿股市在二十號開始大跌 三大指數收黑 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地產龍頭 恆大瀕臨違約 道琼甚至是一度大跌了近千點 有分析師指出 恆大的倒閉危機 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 進而波及到金融系統 也讓人聯想到了兩千零 八年的雷曼兄弟金融危機 經濟大衰退 受中國地產巨迫 恆大負債風暴衝擊 二十號反應在美股 開始的表現上 道琼指數盤中一度暴跌九百七十一點 幸好尾盤稍微拉回 以下跌六百一十四點作收 為七月十九號以來 單日最大跌幅 納斯達克指數下跌三百三十點 跌幅百分之二點九 更是五月以來表現最差 標普五百下跌七十五點 跌幅百分之一點七 彭博社報導指出 恆大目前得處理三千億美元債息 二十號就要支付部分銀行貸款利息 國際及金融服務機構 陸福特指出 這幾天還有兩筆債券超過 一億美元的利息要支付 恆大的債務危機引發外界擔憂 兩千零八年美國雷曼兄弟房產泡沫破裂 全球金融危機重演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這些房地產公司一直以來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 北京政府二零二零年起強力整頓房地產業 過去高負債高槓桿營運模式吃不消 全國地產商面臨嚴重流動性風險 此外投資人面臨的風險不止這一樁 Delta變種病毒拖垮美國經濟通膨居高不下 本週美國聯準會減碼刺激 都讓投資人對經濟前景更加焦慮 公視新聞黃瑞麟編譯